NOMON BOM YOUNG KAMI JAGU TUJANG EL BUDDYGET DEAN BOY WHAT DO I DO DIKOM MAI TOO EBUN EGURUN CHI BUD 嗨大家 我又在台北了 就是呢 每一次回台灣 我一定都會來台北 是因為我從高中畢業以後 因為大學就是在台北圖嘛 然後大學畢業又在台北工作 所以呢 就一路在台北生活了 應該有十年了 18歲到快30歲 我就是在搬去釜山之前 都還是住在台北的 所以就是台北這邊也算是我 三分之一的故鄉 因為我的朋友圈跟生活圈 都在台北比較多 比起新竹 我在台北的朋友更多 所以呢 每次如果我回台灣 我就會來台北趕快拍時間 跟每個朋友見 我每次來台北的行程都非常的滿 因為要見的朋友太多 但時間很短 所以我一天至少都會拍個 兩突然以上的朋友 就要加緊時間趕快跟朋友見 然後順便吃美食 行程非常滿 就跟著我一起 台北應該是三日遊都在吃 過年的時候非常冷 但是前一天突然變得好熱喔 你看我穿得很輕薄 在釜山是完全沒有辦法想像 我可以穿這樣 因為釜山還是非常的冷 就很輕鬆 Go Go 第一站跟朋友約的咖啡廳 這邊呢 算是在中山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廳 這家我也沒有來過 我是朋友推薦的 今天太熱了我們來吃冰淇淋 這一家好像很有名喔 門口超多人 哇 買到了 我們點了 我們點了巴勒烏龍茶 跟開心果還有蜂蜜優格 這整個巷子都是他的客人 生意超好 他的口味都很台式欸 烏龍茶有濃嗎 他們都是用台灣的水果 當季生物 散步來到迪化街 好熱鬧喔 好熱鬧喔 我都不知道迪化街平常也這麼多人 來吃這個 蚵爹 這家好像也是很有名喔 我沒吃過 好 這是蚵爹跟韭菜餃 他的韭菜好滿喔 酱会不会太多 然后那个是辣酱 然后这个是辣酱 会烫吗 超爆料 超多高利菜 这高利菜也很香 很甜 肉丁 感觉超烫 现在不能吃会烫伤 感觉有腌过的 我买了仙草茶无糖 很清爽 很适合吃完耳朵喝 刚刚那个耳朵吃完嘴巴会有点油液 可以直接吃吗 可以直接吃吗 哇 哇 感觉很烫 嗯 好吃吗 这个是花生的吗 嗯 那是米辣的 那是花生 嗯 嗯 好 咖啡 回台灣就很想吃素食 因為在韓國要吃素食真的很難 我就很想要吃很多菜 我覺得素食超棒的 這種自助餐素食真的很讚 可以自己拿要吃什麼 駕駛魚 我會放在冬天的房子 駕駛魚 餅乾的蝸魚 駕駛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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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開門 到這裡 这个新竹没有吗 好像还没有 哇 好喝耶这个 我们要去吃晚餐 今天晚上是要吃一个客家料理 来台北吃客家料理 就是这家好隐秘哦 它叫做浸江茶汤 超隐秘的 它上菜好快哦 这该不会是荆棘酱吧 感觉是哦 它就说浸江茶汤 它是荆棘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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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荆棘酱 它是荆棘酱 今天是台北之旅 第三天 今天也是准备了一整天的吃饭行程 就是每次我回來台北都覺得 其實台北的物價跟釜山好像差不多 就是跟朋友聚餐如果不是去小吃店吃 就是去一般的餐廳吃飯的話 一個人平均下來也是要個四五百這樣子 其實跟韓國差不多耶 台灣的外食也是蠻貴的 我們家的狗狗很可愛 我的家人在台灣養的狗狗 我只有回來的時候才看不到牠 所以我回台灣前我都會把工作 就是先提前的做好 因為我就是準備我回來台灣 就基本上我不會工作 因為有狗狗 我就覺得說 因為狗狗的一年等於說人類的好幾年嘛 那我每次如果說一年只回來台灣兩三次的話 牠的年紀就是會增長很快 所以我每次就是很珍惜 就是回來的時候 我就會好好的跟我的家人相處 還有跟狗狗玩 可能回台期間的上片速度就比較慢 我回來台灣已經在穿短袖了 現在才二月耶 然後已經30度超熱 樂樂 樂樂 來 吃飯飯 看牠有多可愛 吃飯飯 樂樂吃飯飯 吃 蘋果 樂樂 吃 飯飯 吃飯飯嗎 你要吃飯飯 樂樂 樂樂吃 吃 吃 吃飯 來到中山國小站 真的好熱喔 鹹食堂 而且牠有 牠有韓文耶 好像是新開的 因為牠的評價沒有很多 但是我看幾張照片感覺是蠻好吃的 照片 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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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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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回台北的必來行程就是要來看牙醫 因為我的影視美已經戴很久了 我戴了四年快四年 就希望這一次是最後一次療程 不然我真的很崩潰 然後看牙醫之前呢 我先來旁邊的銀行我要來領日幣 因為我在韓國就是有固定換日幣的習慣 就是匯率好的時候我就會換一點到我的銀行裡面 然後想說要去福岡的趕快把它領出來帶回韓國用 那我看像是拿出來的 那我來嗎 那你幫我拿出來拿來嗎 那你們要不要吃飯 那你們要用奶酥嗎 那我不吃呢 那我不吃呢 那你們要用奶酥嗎 那你們要用奶酥嗎 因為離牙醫預約的時間還有一段 所以先來喝一下珍珠奶茶 雖然春水糖很貴 但難得回來就是想要喝一下 我每次回來都是喝一樣的 就是鐵觀音拿鐵蝦蒸菌 今天要喝一點點 所以要喝一點點 了 有很多人要喝的 很久了耶 對 回韓國前 我要來包子 不是 饅頭帶回去韓國 因為現在冬天天氣涼 可以買這種帶回去 這家是我們家 很常吃的一家 沒有人 沒有人 高麗菜包是全素的嗎 對 給我一個袋子 大採購時間來了 這次我的行李感覺還有很多空間 所以可以買很多 這個 這個是 雙果仁 表姐也喜歡吃的 我喜歡吃海苔口味 自然的鹽 自然的鹽 韓國都沒有賣這種蘇打餅 餅 餅 餅乾 我要買這個 七多 每次回來必買 他說買小包的比較不會吃過量 不然很容易一包就被我吃完 一包可樂果 尋找我的蛋餅跟蔥抓餅 我還帶了一個那個超大的寶兵帶來 就是為了帶他們回去 來囉 欸 我都吃義美的 我都吃義美的 蔥抓餅 蛋餅 買兩包 耶 泡麵區 這個很多人推薦 買一包 麻辣燙 花雕雞麵 想買個這種 蔥泡飲帶回去 因為韓國也是很少這種 這個這個這個 芝麻粉 我想要回去泡豆漿或是牛奶 還是要買個茶 回去沒有手搖杯 所以就是要靠這種 茶來度過 我的空虛時刻 都喝這個 麗頓的煎湯 調味料看一下 胡椒鹽 換頭區也是必買的 想買那個 那個那個 艾滋味系列 喔要買魚松 因為 肉松帶不回去 但是魚松可以 所以我每次回來 都會買魚松 其魚松 脆瓜脆瓜 一隻 全都喜歡 有一點 阿滋口 加尾草 主抽 一起來 比不道 我們來借我的 再 stole 人 居 strengthening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